Vilo XPLAY7 真机械身,半屏指纹,骁龙845,几乎干掉了下巴。 不少人都在盼著的Vilo新旗舰终于有消息了,XPLAY7早已进入量产阶段备货,并且将会在短期内举行发布会。 今天在深圳地铁上有网友看到了一款尚未发布的Vilo新机型,外观科技感十足。 上图中右边的机型是iPhone X,而左边机屏的就是Vilo新机型,就这么看似乎这款Vilo新机没什么特殊的,那是因为它还没有量屏。 亮屏后的视觉效果如上图所见,上左右三边边框等宽,额头上的听筒,前置摄像头等元器件全部拿掉, 和Vilo在今年年初展示的Apex概念机采用相同的新技术,把前置摄像头做成电动升降式隐藏在中框里面。 而这款新机的下巴仍然有所保留,但已经算是安卓机里面最窄的宽度了。 据了解,这款新机就是Vilo即将要发布的XPLA-Y7,双区面屏正90%以上的屏占比,除了小龙845和8G大内存之外还会有半屏指纹技术的加入,屏下指纹的识别范围进一步扩大,下半部分萤幕都可以点按识别。 近年来Vilo手机的战略不断变速,既有新技术也有创新力,恐怕今年能和XPLA-Y7争夺国产机皇称号的旗舰只剩下小米8和OPPO Find X了。